好,看一下第六题 在432公尺长的道路一旁 每一旁每隔12公尺插一只旗子 这题我们要小心哦 它只是一旁哦,不是两旁 一旁是什么意思 一旁就是这是一条马路 一条路的它只在这一边插旗子 这边不插,这个叫做一旁 因为以后若是算到两旁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把一旁的 我们要求的东西算出来 然后这乘以2哦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 好,再来我们看第一小题 它问什么 如果头尾两端都要插 那这条道路共有几只旗子呢 好,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头尾两端都要插 好,假如这是一条马路 假如它只有10公尺长 它只有10公尺长 那每两公尺我要插一根旗子 每两公尺插一根 好,每两公尺插一根哦 那我总共插了几根 两公尺插一根 好,量了两公尺又插一根 两公尺插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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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试试就是10除以2 5 量了两公尺 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那是不是有五根了 可是它说头尾两端都要插 那我是不是再多一根在这边 所以5加1是不是就是六根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那这一题就很简单哦 好,那一样哦 那我就用432去除以每隔12公尺 好,就等于36 一样哦,头尾两端都要插 跟这边一样 那我36 我就要加1 好,等于37 所以这里就是要37之7子 有没有问题啊 好,这样看过来应该就懂了吧 好,来看这一二题 如果两端都不要插呢 好,一样 我这一条马路 10公尺 一样 每两公尺要插一只旗子 可是呢 两端都不要插 好,那我就 好,量了两公尺 一只旗子 两公尺 一只旗子 又两公尺 一只 两公尺 一只 好 我已经插四只哦 再两公尺 哎 当当 它不要插 那这边本来是不是就没有插了 好 再一次哦 10 每两公尺 插一只旗子 两公尺 有一只旗子 两公尺 一只旗子 两公尺 一只旗子 两公尺 不插旗子 因为它说两端都不插 所以是不是 10除以2 是不是要5啊 插到这边应该是5根 可是它不插 所以5减1等于4 所以是4根 那这边本来就没有插了 所以就不要理它 好 所以我们相对的来说 我们来算这一题 所以432 去除以12 等于36 然后 哦 要扣掉最后一只旗子 不插 什么问题啊 再来看最后第三题 如果头尾一端插 一端不插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 前面不插 后面插 就是跟这个一样啦 那这条道路 共有几只呢 好 一样 我们再把它举个例子 哦 比较清楚 多看几次 一样每两公尺 一只旗子 好 一样是10 除以2 4等于5 好 一个2 一只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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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2 又一只旗子 5个2 刚好 12345 5只旗子 好 后面这一端 这一端 有差 前面没有插 那是不是符合它的 头尾 一端插 一端 不插 那这样子就好 这就是5只 那一样的道理 那这一题呢 也是一端插 一端不插 那我就直接 432 去除以12 等于 36 答 36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